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季风 夜蓝 雨霞 青丝 默然 竹花 寥寥回忆 经年长 却只能 装笼作哑 够了 你的 脸颊 聚散如流伤 天命自强 爱重见 轰轰塌 虽云烟倾洒 用力去看 你伪装的潇洒 未寻的梦啊 信念之人 怎会 不偏 逞强 你若静在 咫尺 的天涯 我想握住 却只能 装傻 我会想握住 天涯 我会想握住 天涯 习惯了 旦加的天涯 我也想握住 天涯 我会想握住 天涯 是好的 天涯 我会想握住 天涯 郡主倾构 藏于宫廷流传万事 你就是这样的 你看 这看着 是 是 是 那就是我们在这里吗 我心里不做的 你看 这下来的总是 不是 那是 这是郡主啊 许许如胸 是 潘慧公子真是比利气人 才华横溢啊 是 是 今日画魁乃是攀慧 等一下 这马车里谁啊 竟能让堆经其余的 上官兰为他驾车 还能是谁啊 一定是潘公子 潘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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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昧 真是潘公子 你真是潘公子 你真是潘昧 虽是兄弟二人 却一点也不像 潘昧 他是潘庭魏家的树子 潘慧长兄 上月刚提位御史 如今可是京城里 数一数二的风链人 郡主 我来迟了 不知 还能画风 一炷香马上燃尽 公子 怕是来不及了吧 无妨 无妨 走 普通山水 不过二二 开心 真漂亮 真的 真漂亮 好点 还有菜啊 是 爸爸干什么 眼中城山水 并鞭声玩笑 什么眼睛 真是飞行 是啊 公子 你又去哪儿了 老爷他 他 他 把他逆子给我找回来 父亲找我 爹 你看他这什么态度 今儿在溢水边上 你故意谄媚郡主搅黄我的好事 你就是故意的 原来弟弟一属郡主啊 为何不早说呢 若是提前知悔一声 我也不能夺人所爱 只是郡主 今日既已揭露我的话 那弟弟 恐怕就再无机会了 你 慧儿 你先出去 怎么 潘大人还要与我算账吗 这些日子 你续与攀娇朝中权贵 处处与我作对 如今 慧儿与郡主联姻 关乎我们攀家的荣辱 你又在丛中作梗 你到底想要什么 父亲心里不是很清楚吗 你这是在威胁我 父亲言重了 我不过区区数字 能有什么作为 儿子不过是想寻一人寻不到 难受得很 无聊 找点乐子 打发打发时间罢了 没关系 父亲可以慢慢想 反正儿子有的是时间 正好郡主约我赏花儿 儿子却散散心也无妨 你找到他又能如何 这就是儿子自己的事 就不劳父亲费心了 好 我告诉你他在哪里 但从今天开始 你与攀娇 就再无瓜葛 一言为定 十年了 我终于知道你去哪儿了 我终于知道你去哪儿了 这乱葬岗能有啥值钱的东西吗 这你就不透了吧 翠云头啊 刚死了一个花魁 他身上穿的袋子 肯定这不少银子呢 那快走吧 就在现在 这里睡得还算舒服 我 你们是在找我吗 跪下啊 跪下啊 我的亲娘啊 你别害怕 我是一桩收拾人的 我是来葬你的 我刚已经替你试过了 长短大小软硬都刚好 你躺进去应该会很舒服的 这新出炉的包子 看看 拿两个包 这不是一桩般死人 那个丑八怪吗 还真是啊 这大清早的 真是晦气 这包子拿着 铁八怪 十元这道有人愁 竹八见到灰大嘴 蛤蟆见到野摇头 丑八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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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我今天带了个新伙伴一起上路 他很有意思的 既让你们认识一下 好了吗 不玩了 不玩了 掉哪儿了 这个 你刚才掉的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这前生舒坦 师父我回来了 找到了 师父 找到了 师父 我找到死因了 我找到死因了 师父 丫头你来看 你看 死者死于 银身四害四个时辰 银排发黑 说明 口中有毒 但胃部却没有发现中毒痕迹 这是为什么 是啊 为什么呢 说明 口中之毒 是用来掩盖真正死因的障眼法 你看 死者的四肢 尸斑分布于上下之远端 说明 死者根本就不是死于中毒 而是被凶手吊死的 任何杀人案 都是有凶手的 我找到了真正的死因 说明凶手很快就会落网了 师父 我仔细想了想 凶手 很有可能还在我们异状 要不 这样 我们分头行动 您先去抓凶手 好 尸体 交给我来处理 好吗 好 就这么定 我现在该怎么处置你呢 可怕怪 城东里咱收尸 来了 有人在吗 灭门啊 灭门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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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城 四借 我刚才掉的 到底是什么 让他们如此多苦 和牙一直有货狼闹鬼的传闻 货狼鼓一响 鬼魂救索命 打耕人都听见了 这些人就是鬼魂索命 这烟魂杀人 咱都已经定过案了不是吗 您还非得亲自来一趟 交得小的我来不就结了吗 别提了 你知道这家家主是何人吗 谁呀 银语楼的堂主 就是那个银语赵和阳的 那个那个那个银语楼 是啊 孙大堂主派人传话 说即便是鬼魂索命 也得找到那个索命的鬼 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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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不是 不是 大人 是我 大人 大人 莫荒 莫荒 他是前任武座老江头的徒弟 义庄收尸人 来生尸的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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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那个丑八怪啊 鬼鬼祟祟祟 还不滚开 别妨碍本官办案 就是 是 大人 方才 民女开验这些尸体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疑点 你都发现什么疑点 是 民女发现 这些人 还有可能是自禁 而且他们自禁的原因是不堪空 荒唐 荒谬 鬼魂都切不了案 你跟我说是自禁 啊 大人 此事确实蹊跷 可是尸体是不会说谎的 您看胸前插着匕首的人 他伤口非常平整 没有挣扎的痕迹 什么意思 你个卑诗人 听大言不惭地说有推断 明明是全家灭门惨案 你跟我讲是自禁 本官看你行迹可疑 此案定于你脱不了干系 来人 给我拿下 大人 是 拿下 大人 我只是来这边卑诗的 这件事就与我无关了大人 走 大人 臭八卦 你害死李家九条人命 你可认罪 大人 大人 我知道您想尽快结案 范晴大人 多给民女一些时日 民女定会查出真相 何须那么麻烦 你无故出现在案发现场 你 就是唯一的嫌疑人 我封血牙之命 前去搬运尸体 如果这就是所谓的杀人嫌疑 那恐怕 血牙上下都吐不了干系 你 大蓝 受县衙之命 你难道还想栽赃本官不成 可曾有人下令啊 没有啊 大人 还没来得及通知义庄呢 我劝你赶快签字画押 大家都省事 啊 大人 冤死民女一条命是小 可李家上下九条人命 到现在都尸骨为害 大人就不怕他们晚上 前去找你吗 来人 你给我要行 走 你省点儿力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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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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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乎你的死活呀 我在乎 御使大人到 上 御使大人 御使大人 山鬼医生糊涂好笑呀 你赶吗 御使大人不杀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 你醒了 大夫来看过了 还是要多休息 多谢大人相救 你的脸 你当真不认得我了 小女子与大人云泥之别 岂敢盘腹 怕是大人弄错了 你看都没看仔细 怎么知道是认错了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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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是偷的咯 这玉佩 是我路上捡的 捡的 对 的确是小女子所捡 不过 既然大人说 这是您故人所有 那还烦请大人 将此物归原主 罢了 既然主人都将其一弃 废弃之物不要也罢 你 大人说得对 既是废弃之物 还是扔了得好 这是药剑 多谢大人救命之恩 小女子告退 你 公子 他怎么走了 你不留住他吗 都已经过去十年了 为什么他还要突然来找我 当初明明是他 师父 师父 他正在交代安静 好 你说 师父 先坐吧 不说了 我去给您熬点药 线索又断了 怎么办 是 若我也袖手旁观 那孩子一家 就只能寒冕地下了 公子 杨姑娘出门了 来找玉佩了 不是 他去了城东里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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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是 我 是 Continuing 你 都无毒 都无毒 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 一有事 就喜欢往底下藏 大人 看来这个案子并不冤枉你 大门也偷偷来此 想毁尸灭迹吗 我当 我当然不是了 我出来跟你说 我是想告慰亡灵 也还自己一个清白 合理 不过即便你查到了真相 那黑心县令也不会还你公道 有用没用 我决定不了 但做与不做 选择在我 或许有一天 何阳会有一个公正的县令 将不白之事 都还天下一个公道 好 那我帮你 不 先别急着拒绝 首先呢 再朝为官 我应当为百姓尽责 再者说 若我今日就这么离开 如果你再被县令栽赃 还有命再查下去吗 我是待会儿要解剖尸体 怕有爱大人尊穆 剖尸体 请便 你挡住了 这些尸体都验出了他们曾经中毒 我现在要找出毒源 这样可以顺藤摸瓜 找出凶手 我现在要抛开他的肚子 这是死者胃里残余的牛肉 是餐桌上没有的 恐怕这就是毒药的原头 从颜色形状上来看 死者吃下他不到半个时辰 就毒发身亡了 大人 你看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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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大人 你没事吧 没事 看来你推断得不错 谢谢大人 気候 荒阳曾传闻 霍狼故乡 鬼魂所秘 不过这霍狼故乡 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世间怎么会有鬼魂呢 定是有人故弄玄虫 在这空中故弄玄虫 这人得回引人数才行啊 不过 这回听到的声音 比我第一回来的时候 微弱了不少 难道 是有人被困在这里 现在已经筋疲力竭了 原来如此 走 小心 你小心 大人 小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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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想死就抱紧点 安全了 大人可知 方才追杀我们的是什么人 杀手身上找到的 隐语楼 先令说 孙堂主要求彻查真相 可这很显然 他们内部有人不希望继续追查下去 我们得罪了隐语楼的人 这下麻烦大了 麻烦的不是我们 是你 现在回去收拾东西连夜走 还来得及 不行 我不能背着杀人的无名逃跑 可对方是隐语楼啊 只怕你还没查到真凶 小面就先丢了 大人不是说过 再朝为官 您应该 要为百姓负责 您身为御史大人 定不会看到冤情不管吧 御史并无查人之责 但我可以保护你 不过 不过什么 你答应我一个 不 两个条件 现在已经人命关天 大人还有闲心在这儿跟我谈条件 好啊 那便不谈了 等等 大人您说吧 什么条件 我要你把你亲手扔掉的玉佩 找回来 你 大人我找 大人我找 时辰不早了 明日再找吧 那可不行 我既已答应了大人 就一定会找到 这执扭劲儿 倒是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大人我找到了 你看我找到了 大人我找到了 早至今日 何必当初啊 走吧 传案去 大人 你还有第二个条件呢 抓到真凶再说啊 公子 银语楼在里寨设了灵堂 重要人物都去了 看守非常严密 选一条人最多的路 去里寨 是啊 快看 那就是从今上来的潘大人 这就是潘大人 这就是潘大人 钥匙 我早就说过了 潘大人不应该跟我这样的人 坐在一起 你这样的人 是怎么样的人 美丑贵贱 从来都该只是 论心不论心 你自己说过的话 自己反得忘了 美丑贵贱 只能单凭外在区分 将我看来 你这样的数字 比那些敌出的儿子 要好一百倍 你们脱身 潘大人要不要尝尝 潘大人有没有尝尝 你倒是乐得其所 砸都砸了 与其生气 不如物尽其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往太重 难免挥沫入神 还要体会多少次坠落 才能对爱恨从容不破 谁都莫问放手那一刻 是洒脱 还是软弱 谁是侮辱了心门 是仓皇的故人 是不敢与你制作路人 挣扎几宽红链 哪怕余孙 却不忘此生 若是草木劫离人 若山水解空门 一脚步也兴盛 只愿不负这相思浮沉 只愿意不负这段 年年轻声 若是侮辱了心门 若是侮辱了心门 是仓皇的不忍 是不敢与你制作路人 挣扎几分红链 哪怕余孙 却不忘此生 若是草木劫离人 若山水解空门 一脚步也兴盛 只愿不负这相思浮沉 只愿意不负这段 年年轻声 不负这段 年年轻声